- 大家都知道TWICE的子余人氣非常旺 也有很多Once會叫她公主 但有這個稱號不是沒有原因的 子余出生在台灣的一個中彩家庭 父母經營醫學美容生意 從小子余就不愁失穿 但年紀只有13歲的她卻有著非常大的理想 讀字符含學習 從小到大子余一直專注於演藝 擁有舞蹈天分的她 不僅有學過芭蕾還有學過街舞 和街舞老師細小花感情也非常的要好 大家剛上國中適應環境的時候 子余卻有著非常大的理想 於是她自己辦的休學前往韓國 人生地不熟的她 不僅韓文不好也沒有太多人可以互相照料 但是苦熬三年充實自己的實力 也在最後選進了女團 也就是現在火紅的TWICE喔 可以在家當公主 卻因為夢想而踏出了舒適圈 我想這就是勇氣吧 想想我們13歲在幹嘛呢 能有這樣的理想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這一點真的很值得大家學習 而子余被Wines們叫做公主的原因 有以下幾點 第一 子余戴皇冠的時候簡直美翻天 看起來就像是個有皇室斜頭的公主一樣 不僅優雅又有氣質 笑容也可以融化粉絲 第二 子余很在意世界的和平 也會參加各種慈善活動 許多Wines們也會以周子余的名義 捐款給慈善基金會 在去年TWICE的車員們 也在醫院慈善一眼 跳梯梯給掉點滴的觀眾看 真的是天使啊 第三 子余愛好動物也愛好自然 雖然沒有長髮公主的頭髮 也沒有艾莎的魔法 也沒辦法跟動物溝通 但大家都知道 她的難題都是由一個男生造成的 沒錯 子余就是公主啊 除了以上三個理由之外 各位粉絲們有沒有其他的理由 可以證明子余就是個公主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喜歡我們的天環亮新聞 請在右下角訂閱我們 也可以幫我們按個讚喔 下次見 掰掰